各位晚安,在講今天的假消息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見到一個港鐵站的女職員 她遇上這樣做事,我開後都沒有特別看她 她的眼角這個位置和這個嘴是瘀了 只在兩個位置瘀,因為被人打瘀 那時候我已經覺得,為何你還在上班,為何你不會在家休息 先不要說是誰弄到你這樣,或者是你不小心弄到 但是瘀到是瘀了心知識 我看到那個畫面,我從來都沒有見過地鐵站的職員 會有這樣的傷勢 今天跟大家看看一些假的文宣 都算是假消息發放出來的正常 第一眼看到,就會知道這張海報是假的 但是連黃絲自己有看到這些東西都說是真的 我不知道是他們真心信,還是自己是假的 你看到這個就是何君堯律師,9月22日守護機場大行動 首先我不相信會有一個,無論是親中還是怎樣的一個議員 或者一個公眾人物,會去說怎樣守護某一個地方 你看到下面呢,怎樣聯合這個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什麼會碟公益合辦,怎樣去自由活動,穿淺色衣服,不戴口罩 什麼集合任何一處,你想想一下這些一看就知道 穿了餡料,但是有人會相信,還說是何君堯自己搞出來的 就是想著跟香港的福建幫去砌黑衣服 那我還有這張通告,還搞笑 香港,即是在福建聯會這樣 就說18區清潔日通知 那又拉,就是何君堯了 何君堯議員辦事處 在本週末,9月21日快,在18區香港清潔日,得到本會全力支持 為了會在這些力量,提起文而支持,然後呼籲所有向會擁約 參加時刺山田園清潔運動 那後面那些不說 最搞笑就是這句 人不煩,我不煩,人人約,我被自衛的信念積極參與 我相信黑社會都不會寫這句話 但是很多人這個通告之後會相信 有些人發給我,陳兒,你聽到嗎? 那些福建,那些藍斯基恐怖 還有那個破綻位,就是這個地點 沙田新城市廣場 對了,字都寫錯 唉 還有,你看到日期,寫著上午9點9月21日 但是下午一時,就會在沙田賽馬會前午餐款 唉,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信的人就會 只能說,你真是很會暗咎 那這些都不知道 還有很多人就開了一些群組 自己在這裡假裝呢 所謂假裝男士 那這裡你看到有一個群組 叫做,即是Telegram 叫做手捕蟑螂隊 那你見到他們會特地有些選擇 有一個簡體字的 去打蟑螂 那對付蟑螂,不要害怕 今天10點,準時舉報黃狗的頁 舉報名單,稍後會公佈 總之,這些其實是 大家打出來,是用來蟑螂 然後再讓出去 和之前 福建哥爾曼 一樣 鐵通好 藤條也不錯 我門人更多 小心攤門洗陰招 板凳到時選擇 當差不能收禮麥媽 荒謬 你把簡體字在內容裡面 但是你的名字是繁體字來的 你繼續留意一下 冷靜一下 人多小心點 怎樣請人加入 只是擔心香港警察上面 上層有些黃絲 怕真是有心人會被清算 打蟑螂 用什麼好 對 總之 其實你 路路去多過幾個人 自己在這裡說 又不 又不配合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是 繁體字 然後又會自己 自稱福建大哥 這樣 然後是同一個群組 來的 不過又不同的 所以介面有點不同 你看到這三個 看見到舉重 就是三個 都是差不多的 一個叫做美女 斯拉 一個叫做 指線斯打 接著有什麼 power lift 斯打 那 又是 繁體字 叫自己斯打 但是 特意會打這個簡體字 我覺得大家 如果做戲做這些 你是應該做全套 就是應該 你要上身 你要告訴自己 我是一個大陸人 我的名字都是 簡體字 不會叫自己斯打 即是 名字是繁體字 接著幾個人的icon就差不多 接著就 打就打 就是簡體字 唉 這裏又倒轉 這裏叫陳軍 那軍字 就是簡體字 但是他裏面打 打那些字 是一體字 香港人 各位朋友 打格子時 不要手軟 哪怕打死他們 警察朋友都會站在我們 只在一邊 因為我們是正義的 這些是廣東 即我們現在香港人的 書面語 就是完全做出來 是用來放人 或自己 再留出去 你會看到 但是 也會有很多人會相信 就是 都會覺得這些是 是真的 那 跟大家 看看這個 這個 真的是 唉 是一批的 茄汁來的 其實大家知不知道 他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他們用過很多方法 他們打算 拿著一包 那些所謂的鹽水 濃縮的鹽水 譬如你用一個保鮮袋 小小的入住 然後倒很多鹽 然後放些水 讓它溶化 或者變成鹽的飽和溶液 然後就說 你去買一張票 你入閘的時候 拍卡 就是拍卡 出閘才是插進去 讓它收回 那他就說 應該去 把卡放進那個 水袋裡面 然後讓它吸到一些鹽 或者總之 拿了一些鹽的溶液 然後塞到機器裡 去攪拌它 又或者是 找那張卡 即是那張 你買的單程票 綁著那些線 你縮的那些線 綁著它 然後就塞進去 連上那條很幼的線 然後弄下去 那我嘗試 看看可不可以 弄彎部機 陳出北窮 有很多這些 很小學雞的方法 就嘗試想去 總之就是用一些方式去弄彎 覺得自己是 可以好像 矮多生死像 那最後我想說 其實現在 有很多那些群組 就說 聲稱 就說 你們給我一些飯券 你們給我一些 可能紅褲糖 或者快餐店的飯券 或者八家的現金券 那你給我 我們就是家長 我們就會給一些 兒子女女 給一些小孩 那兒子女 都可以跟我申請的 都可以是 總之 你們沒有飯吃 我們就會分些券給你 其實我了解過之後 其實他們說 所謂分 可能 假設他真的給你 他們拍回來看的照片 就說 每人有五至六張 我相信他們有給的 可能他們真的有很多 善心的人捐一些飯券給他們 接著 他們就會分給某些 所謂小孩出來跑 在做夢的人 去數五至六張 給他們 首先我覺得 如果他現在沒有零用錢 或者被家人趕出去 假設真的是這樣 其實五至六張飯券 真的不會太幫助 年輕人 我都不可能一天吃一餐 其次就是 我和我的朋友 都很想過這個問題 他們收回來的券 可能別人 你也知道有最少的 可能你一買 要買一千元的券 可能捐了給這個 所謂的群組 其實只是一個 普通的Telegram 我收了之後 就是一個WhatsApp Group 接著那個人 就說 大家其實說過信字 總之 有些小孩 他們拿了你的券 他們會寫回饋給我 說 多謝爸爸媽媽 他們已經會叫這些人 做爸爸媽媽 你請他們 給幾張飯券 他們已經會叫你爸爸媽媽 但他們自己 老爸老母 養了他們一輩子 他們都不 你們明白 我就說 拍一些截圖出來 就說什麼 我看的那些照片 裡面的文字 其實是我會很疑惑的 因為它裡面說的 實在 首先一大堆 有很多Emoji 十足十里 在那些網店 看到一些所謂假的 feedback 每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就會有一個Emoji 在最後 然後又會說 多謝 什麼 欲感激 收到一份訊息 很開心 多謝爸爸媽媽 深深深深深 然後 你會覺得整件事很假 而且很多都是清一色 都是差不多 這些形式的 feedback 其實你們知道 我們平時發訊息 或者你真的多謝人 衷心去多謝一個人也好 我們都不會這樣寫 一般 尤其是這麼害羞 你去拿這些飯券 都會有點尷尬 一般你們都可能會是 可能寫幾句 Thanks 就會算 或者是 多謝收到 不會 不會是這樣 所有人收到 都會這樣 這件事 我會覺得很搞恥地 無雲三百兩 其實我說這麼多 我想表達 這些人 現在是一群人 飯券已經是最輕的東西 也不要說錢 籌期 好像612那些 很多人都會拿了 一些好處 例如 你們給飯券 我這裡給我 那個給我 這個給我 一大堆現金券 超市券 他們不敢 真的不給出去 我想他們 都會給一些 但自己放在袋裡 你又知道多少 對吧 就是 我覺得現在 很多人都在做這件事 或者某一個 某個意思 有時候 人們就開始籌款 說夠的 其實那個意思 根本沒有人要籌款 很多類似籌款 裸券 或者是 裝備 有沒有一些 所謂他們叫文具 就給我 集中去我這裡 然後我就去分派給小朋友 但我想飯券是越來越多 甚至他們自己的群組都在 單單打打 就說這個群組是假的 你們不要捐給這個群組 你們有現金券 有這些超市券 你就給我 我真的會給到小朋友 但你看一下他們的所謂的feedback 或者你們看一下 他根本可能 只一個channel 他不可以在telegram 讓你去討論 那我都試過去 嘗試他們 就是聊他們說話 他們是不回覆的 就是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也是很選擇性 就是可能 自己都有quota 或者 總之 你會感覺到他們不是 是真的想所謂幫人 拿到那些券 或者怎樣的 可能到最後 都是 其實是帶到自己那裏 是的 唉 我覺得這些中數 其實真的會表現到 我們香港人那種貪婪 其實你想想 飯券 超市券是什麼 但對他們來說 可能很大 收心了 可能有幾千元 或者 這些超市券 什麼券 什麼券 可以益自己有 慢慢吃 一定是有這些情況出現 那 今天這條片 給大家看了這麼多 這些假文算 還有 真的很多假的資訊 我想就算你們 無論是什麼立場 或者你們很藍 很藍 深藍 看完這些事情 都不要那麼快上心 想一下這些事情 真偽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很多穿崩位 不要那麼容易相信 或者自己真的衝了去那裏 然後發現原來今天那裏 是搞集會 搞示威 那裏